一直想搭一个自己的个人网站 但是自学编程总是从入门到放弃 找专业的网页开发人员和设计人员又大格不菲 最后无疾而终 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 但是现在即使是完全不懂代码的编程小白 也可以用AI搭网站做APP啦 这就是我花了一个小时用AI搭的个人主页 除此以外 连网页游戏手机APP浏览器插件等等 它都可以做到 今天的目子就将分享这整个过程 其中包括大量市面上的教程从来没有分享过的详细步骤 并且会对比Deepseek和Windserve这两款AI编程热门产品的使用体验 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 第一步找到灵感来源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 就像视频创作中好的选题就成功了一半一样 好的网站灵感也是重要的第一步 但我发现所有的教程几乎都忽略了这一步 非常可惜 那么如果你一下子没有好的灵感 那该怎么开始呢 我将分享三种方法 方法一 复刻已有成功案例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是一种快速获得灵感的方法 尤其适合初学者们 我这里就给大家两个收集了市面上各种优秀网站的平台 第一个是Product Hunt 这是一个为新产品提供曝光的地方 涨盖从软件应用到硬件产品等 大家都可以在上面浏览和发现各种新产品 它是产品也会根据不同场景分类非常详细 然后是一个小网站叫做Who is making money 谁正在赚钱 这个名字非常严谨一概 它就是直接通过分析strap支付流量 然后根据大家的付费趋势进行网站排名 方法二 利用ChatGBT提供想法 那除了学习市面上已经有的成功案例 我们的ChatGBT老师也可以是你很好的创意来源 我通常会给他一个具体的任务prompt 让他帮助我生成创意和灵感 通过这个详细的prompt ChatGBT会给你一些还蛮有创意的点子 第三个方法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 如果你过去一直有好的想法 但是碍于自己没有开发能力而无法实现 或者你在实际工作生活中的确出现了痛点 想要通过一个产品给它解决 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灵感 不过在开始前你需要思考这些问题 你的网站是什么 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它的核心功能有哪些 是否有现成的网站已经做好了 你们的差异化功能是什么 是否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佣 网站的目标用户是谁 我建议新手在最开始的时候 只做MVP产品 这不是你们打游戏里面的MVP 这里指的是 就是有最基础的功能 但恰好可以表达你核心设计概念的产品 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做很复杂 有很多交互的产品 这样试错成本太高了 你也handle不住 第二步就是整理需求 并写出产品需求文档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中 这也是产品经理的职责 他需要写出一份产品需求文档 我们一般也叫做PRD 作为对开发团队或合作伙伴的指导新文件 来帮助大家清晰的理解产品的目标 功能和设计风格等等 大家听到这里可能已经懵了 我也没有做过产品经理 这个听起来也很复杂 该怎么写呢 别担心我们还有AI啊 比如我们就可以通过ChatchVT 来帮助我们整理 我这里也给到已经训练好的prompt 大家可以直接用 我这次给大家演示的呢 是如何搭建个人网站 如果你想做一人公司或超级个体 你的个人网站就是对外介绍的第一步 第三步就是寻找设计参考 这是很多人会忽略到的一步 大家可能觉得我把网站基础功能实现就好了 但是实际上网站的设计啊 就决定了你的门面和用户的第一印象 好的设计呢能让网站看起来更专业更吸引人 这一步啊如果你有自己的设计需求或审美要求 可以在上一步直接和AI沟通 例如颜色搭配字体样式等等等等 但是我知道这对大多数的小伙伴来说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门槛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参考一些设计平台 例如这些网站 别担心地址我都附在说明栏中了 这些平台上有成千上万的设计师分享他们的作品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网站类型搜索关键词 这样你就可以找到很多与自己想法接近的设计案例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风格就可以直接下载 我们后续啊就会用到 或者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现成的模板 例如像看完里就有很多高质量的网站模板可以选 此外我之前给大家推荐了GitHub这个宝藏的资源网站 大家也可以充分利用起来 像这个项目里就总结了网上各位大省自己的profile网站 大家可以逐一点进去参考 第四步就是开发网站 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正式的开发环节 我将对比两种工具 Deepseek和Windserve 并且分享他们各自的优缺点和我使用下来的感受 首先啊Deepseek需要我们在VSCode里面使用它的API 具体如何安装呢 我在这个视频里面已经有了详细的演示 我就不再重复了 然后Windserve呢演示科色后的AI编程兴起之秀 我这次选择使用它 第一是因为它比科色更便宜 一个月是15美元 第二呢它更适合没有任何编程基础的开发小白 Windserve安装链接呢 我已经附在说明栏中了 大家点击它逐步安装即可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Deepseek的效果 打开VSCode 这里也说明一下 之前有很多小伙伴反映说 Deepseek的API速度有点慢 官方解释是因为长上下文窗口和多并发导致了盘对较长 也给出了解决方案 第一是关闭AutoApprove 然后呢建议使用Client的改版RueClient 相对来说呢 它的上下文较短处理也更快 我们把之前用AI写好的产品需求文案 直接复制过来让Deepseek开始写 根据我的经验 建议大家一开始只复制最基础的功能 后面再一点一点把复杂的功能加进去 然后我们打开Windserve 不过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建议先安装一个汉化的插件 我们打开或者新建一个文件夹 后续我们写的代码文件 就会存储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如果你的页面没有这个对话框 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圈圈 或者按Command L打开对话框 下方这里的模式改为Write 这样它就会帮你直接写代码了 如果是Chat模式的话 它就只会跟你沟通 但是不会更改代码 模型这里我们选Cloud 然后我们再把之前写的产品需求文档复制过来 回车 他们这里都是在勤勤恳恳的不停工作 不过我不懂代码 也不知道他们去在干嘛 基本上一直点Accept就可以了 第五步就是调整和增加功能 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给到原始需求时 Deepseek和Winserve 他们给到的效果是怎么样子的 那两边基本上都根据要求做好了 但是设计都还是很简单 而且没有我的头像等图片 有时候一开始你的网站打开可能有问题 那也不用太慌 只需要把上面显示Aro的代码全部复制下来 然后提问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基于之前的网页进行进一步修改了 主要修改的地方包括 第一我们需要先添加头像的图片 第二呢 我想修改一下它的默认设计风格 第三 我想要添加更多的紫页面和相关链接 不过我建议大家一点一点改 以免一下子出现较大的bug 我们先添加图片 至于怎么加 实际上在对话框里也提示我们了 比如Deepseek是需要我在assets这里 添加一个叫做Avatar的JPG文件 而Winserve是直接让我添加一个profile的JPG文件 添加好以后呢 我们的头像都已经被替代好了 然后就是修改设计风格 这里就要用到我们之前第三部里面的设计案例了 不过Deepseek现在似乎不太支持对外链的识别 也无法上传图片 所以我及时给了设计参考 它有没有做更改 这里呢 是要减分的 Winserve这里既可以上传一个网页链接作为参考 也可以上传图片 这两个功能都很强 你们都可以去试试看 我这次呢 是直接把我想要模仿的这个网站链接复制进去 然后让Winserve模仿它的风格修改网站 最后我们就是要为一些按钮 添加点击的链接和增加紫页面了 例如我想加一个About Me的紫页面 这里呢 只需要把之前AI给到的产品需求文档再复制进去 并且把我们要加的链接地址复制进去就好 给大家看一下我最后生成的页面效果 那么你更喜欢哪边做出来的效果呢 不过我这次演示的只是相对最基础的个人主页的网站开发 基本不涉及到后端的逻辑 那如果你的网站需要登录 需要收集邮箱信息等等 这些就涉及到后端开发了 这些功能呢 当然现在用AI也是可以实现了 不过会稍微复杂一点点 你们如果有想要开发的网页类型 也非常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我后续也会根据大家的需求逐步出对应的教程 第六步就是系统测试 当你完成网站开发以后啊 测试是不可或缺的步骤 我们主要呢是需要测试这三个方面 第一是功能测试 测试每个功能模块能不能正常运行 例如我们可以每个链接都点一下 确保能够正确跳转 第二是兼容性测试 确保你的网站在不同的浏览器和操作系统上 都能够正常运行 第三呢就是响应式设计测试 我们主要是为了确保网站在不同的设配上 都可以良好的展示 包括像手机平板桌面端等等 好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成功的在本地搭建一个自己的网站了 下期视频呢 我将分享如何把这个网站部署到服务器上 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可以用 以及我们做网站到底该如何变现等等 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跟我的视频点赞哦 最后我想说现在AI编程的发展速度 真的是让我感到非常的激动 现在只要你有好的idea 即使不会代码 AI都可以成为你的手帮你实现 不过同时也证明 AI时代 如果你变成AI的努力 被它带着走 那你终究会被淘汰 而你如果自己有好的创意 能够用好AI 你的潜力就会是无穷大的 怎么样跟着教程做好自己的网站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分享你自己的感受哦